看新闻开视野 欢迎收看今天2月16号的公事首语新闻 首先来关心台股龙年新春开红盘 在台积电的领军之下 昨天早盘跳空 一度狂飙600点 中场加权指数是以18,644点坐收 大涨548点 成为史上第五大涨点 而成交量也扩大到4926亿元 至于台积电股价则收在697元 市值超过18兆 证券商请来财神爷跳加关 希望讨个好彩头 果然台股龙年新春第一个交易日就开红盘 在多头买盘涌现下 加权指数一度上涨超过600点 冲到18,725点 创历史新高 中场收盘上涨548点 以18,644点作收 而护国神山台积电股价 则是收在697元 市值超过18兆 台股重新开盘之后 资金全面涌入台积电 台积电在早盘的时候 股价是冲过了700元大关 创下历史新高 大涨了8到9% 这也带动台股今天的一个大涨 分析师表示台股封关期间 台积电ADR在美国涨幅超过10% 投资人看好台积电补涨行情 联动台股走势开红盘 加上全球今年将开始步入降息循环 既有助于外资扩大加码趋势 而证交所上午举行新春团拜 今晚会主委黄天木 和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 至此时都强调 今年适逢多国大选 地缘政治需留意 必须如履薄冰 由于我们多国的政治的选举 对政治情势的这样子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于全球的政经的情势 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我们台式要深具的 这样子的一个谨慎的心态 不能只是以维持现状为满足 我们要比别人加快 努力两倍到三倍 才能够超前别人 证交所表示展望楼年发展重点 将以现有AI半导体等 关键产业为基础 推动数位绿能及生计 等三大新经济产业发展 吸引国际级企业在台上市柜 打造新经济产业聚落 另外也鼓励市值大于100亿元公司 增加法社会频率 并结合产业供应链 以小代大增加中小企业能见度 藉此活络市场量能 进而壮大市场规模 记者那时明讲龙翔张子佳台国道 年前台糖的瘦肉鲸事件 引发社会关注 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 这属于单一简体问题 并非是系统性事件 国内的猪肉供应链 没有污染风险 未来抽烟量会加倍 而国民党团主张在17号加开临时会 邀请陈建仁进行专案报告 立法院长韩国瑜会在今天召开朝野协商 恭喜恭喜开春大吉 行政院举行新春团拜 院长陈建仁副院长郑文灿 与各部会首长齐聚一堂 互相祝贺新年快乐 陈建仁致词 除了感谢行政团队协助 也期免朝野团结 国家稳定向前 针对日前台糖瘦肉鲸遗云 陈建仁在院会中表示 国内猪肉供应链无污染风险 陈建仁强调政府会持续强化猪肉产品 上市前管理 针对上市后 乙型受体素抽验 也将从每年两千件提升至四千件 为民众把关食安 临家过后立法院第十一届 第一会期将于二十日开议 国民党立院党团发起联署 主张十七日加开临时会 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 赴立院专案报告 外界关注新会期首战瘦肉鲸 蓝白事不合作 我们今天会把党团 所有成员的联署送到院会 十七号我们希望能够开临时会 但是我们也尊重韩院长 明天总召开的朝野协商 台湾民众党党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主张 希望二月十六号的时候就开议 我们就一切按照程序来 如果到目前为止 跟党团都还没有收到 任何党团协商的通知 是否加开临时会 立院院长韩国瑜 十六日将召开朝野协商 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思敏也表示 如果临时会开不成 不排除杯葛陈建权在开议后的 十一种报告 接着黄畔 陈伯玉林志坚 台报道 读报时间来看到 自由时报报导 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被提名人 身障律师陈俊翰 因感冒引起病发症 于二月十一日 不幸逝世 享年四十岁 再来看中国时报是 多家美媒报导 美国政府已经警告国会和欧洲盟友 根据最新情资 俄罗斯正在研发部署于太空的核物 用来击杀人造卫星 联合报提到了 日元汇率在农历春节期间持续走贬 昨天台湾银行的日元现钞排告 出现0.2121元对一日元的价位 再创三十年来新低价位 看完报纸重点继续来关心 在春节期间 有近三百名旅客 参加年代旅游的越南富国岛行程 结果业者因为和越南当地的地阶旅行社 有款项纠纷 导致旅客被丢包 平保协会昨天开工 就接获许多电话询问 交通部长王国才则怒批 不负责任 会要求观光署予以重罚 最终可停业三个月 放完春节廉价开工 平保协会接获许多电话 要询问越南富国岛旅行团丢包事件 要怎么求偿 大概一百多位的客人 在外站有刷卡付了七百二十块美金 因为这个年代没有付钱 所以这一块应该是年代旅游 应该要概括承受 让旅游团联在外站刷卡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绝对会站在保障消费者的立场 会让旅客跟团 还要在海外多付钱 平保协会也觉得不可思议 而在处理求偿问题同时 年代旅游和越南地接设的争议延续 14号晚间9点 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再次致歉 指出丢包的原因 是越南地接设 台会二十六号结团款 向旅客造谣威胁支付款项 自然公司有处理 但已经严重影响商誉 后续会提告 不过越南地接设也反击 说没有收到欠款 却依然协助旅客返台 更重签合约 希望年代旅游尽快支付款项 交通部长王国财表示 会要求观光署对年代旅游重罚 依照规范 出团前要办好签证 机票和住宿 业者都没有做好 依法可罚一到五万 而依据消保法 最终可要求停业三个月 目前案件还在调查 相关单位也会紧速处理 记者曹燕俊 财长自家 台北报导 不少民众会在过年期间发红包领红包 但如果是在赖上面的讯息要特别小心 有诈骗集团在春节期间就以赖的红包讯息骗民众查看来获得各自账号 在赖上看到红包不要太开心小心可能是诈骗春节期间赖上出现多起红包诈骗信息骗民众点击查看 利用假红包骗取个资 警方提醒民众看到类似讯息 千万不要点击更别分享 以免受骗上当 过年期间除了红包诈骗 高雄还出现滥用爱心争议 一名黄姓女子在脸书社团自称账户莫名被提报警示账户 导致低收等补助无法入账 引发网友同情纷纷捐物资甚至金钱 民众表示黄女账户是因被告诈骑遭起诉 裁列警示还有毒品等前科 黄女也非首次求助并引发争议 不仅收取多笔捐赠借款 还疑似将受赠奶粉转售多人却不出货 已有多人报警 来到黄女住处面对民众及网友指控 黄女不愿出面 仅低调表示交由司法处理 民众呼吁社会局介入确保孩子安全 社会局表示将持续追踪个案关心家庭状况 记者 陈欢 许正俊高雄报导 近年来政府推动都更为老 民众对于都更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根据内政部资料 全台拆除件数有1345件 高达4559宅 而位于安河路和平东路三段的交叉口 5050年左右的老公寓将进行都更拆除 整个沟通的过程长达十多年 住户们觉得很不容易 之前的建商已经谈十几年了 当然屋零九是最大的一个重点 这种公寓房子的话 这种公寓房子的话 它主要都是以楼梯嘛 那他们要在建商的建商 如果年纪大的话 出入就比较不方便一点 梧林高加上了公寓要爬楼梯 对于长辈而言确实不方便 有住户从民国七十年就搬进来 在当地住超过四十年 一一不舍回家收拾打包 近年来政府积极推动都更为老 根据内政部最新资料显示 二零二三年全国拆除件数 为一千三百四十五件 勾达四千五百五十九宅 面积则二十二点八万平 足足是八点二个小巨蛋 房仲业者分析 从拆除数稳定增加的状况来看 民众愿意接受 以旧换新的都更或围老 将成为趋势 也为市场代入新的活水 一方面是可能台湾屋林比较久 所以有一些民众 他需要把房子去做一些调整 那二方面来说的话 是表示这几年政府在推动 所谓都更跟围老的效益 确实是相对比较好 学家宣言经营部表示 相较于要去取得住户 同一个都更 重划去因为土地取得荣益 能直接开发 建商多数以此为优先 而房价上扬 政策鼓励 与民间观念改变 也都是都更与围老可以推动的重要因素 记者黄曼陈柏玉 组合报道 台湾医师呈现高龄化 根据统计 台湾医师的平均年龄 为五十一点五岁 目前还在看诊的最年长医师 已经一百零三岁 医师工会全联会强调 台湾医师不是不足 而是各科别严重不均 建议政府要针对儿科 妇产科等特殊科别 给予奖励 让年轻医师愿意投入 为了帮孕妇做产检 接生妇产科医师 几乎是二十四小时待命 不仅工时长风险高 还得不时面对病患提高 因此部分年轻医师 不愿意再投入 使得妇产科医师 成为西医所有科别中 平均年龄最大 达五十六点七岁 根据医师工会全联会 登陆资料显示 台湾医师越来越老 平均年龄最高 除了妇产科之外 就是加医科五十四岁 最年轻为急诊科及放射肿瘤科 四十六点九岁 我国医师平均年龄为五十一点五岁 目前仍在济世救人的最老医师 则是高龄一百零三岁 不管是医师而已 其他的年长的人 有的到一百岁 他还是头脑很清楚 身体很健康 像这种状况下 他去看诊 那绝对是没有问题 医疗涉及高度专业 所以其实除了继续教育以外 医师师也应该要去盘点一下 各专科人力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医师公会全联会指出 全国医师大约五点五万人 台湾医师不是不足 而是各科别严重不均 例如国人生育率下降 而科和妇产科医师首当其冲 建议政府应针对特殊科别 给予奖励 让年轻医师愿意投入 而卫福部则是强调 医师没有退休年龄限制 目前是透过每六年一次的医学课程 以确保医师仍可提供正确医疗服务 记者 全国中小学在昨天开学 而基于假期的连续性 还有方便家长安排学生的照顾 因此把昨天的课移到周六补课 而面对今天第一天上课 有家长会在这两天调整小孩作息 尽量早睡早起 兼换开学症候群 阳光普照天气正好 台北市立动物园九点开圆 也有不少家长爷爷奶奶带孩子来游玩 不过十五号周四 其实是全国中小学的开学日 高国中小的开学日原定二月十二周一 为了配合家长十七号周六补班 教育部才会延后第二学期的上课日到十六号 隔天十七号再一起补课 让亲子作息能够同步 算一算寒假包春节多达二十七天 寒假作业都写完了吗 写完了 我要写寒假作业先出来玩一下 明天爬得起来吗 爬得起来 爬得起来 今天又几点起床 六点 十六号第一天上课前 有家长要督促孩子写完寒假作业 调回正常作息 小学校长则说 因应开学正后群 开学首周会多排活动 新学期展开辅导管教办法注意事项 以及校安检查心志也正式上路 教育部强调为维持教学秩序和教育活动 老师若对学生有部分强制措施 但没愉悦不当管教 不会处罚也不影响考基 给老师合理的管教权 记者林小慧沈志明台北报导 二零二五双北世界赵年运动会 明年五月将在台北市新北市登场 这个结合运动 还有观光旅游的大型国际赛事 将在十七号开放报名 只要年满三十岁以上 无需选拔都能参赛 二月十七日报名开跑咯 女篮传奇球星前维绢 棒谈不死鸟郭洪志 桌球王子江洪杰 三位退役国首为二零二五双北世界 壮年运动会拍摄宣传影片 他们鼓励三十岁以上 喜欢运动的民众都来报名 因为不用选拔就能以个人名义参赛 还可以和国内外选手共同组队 世壮运办公室根据二零一期 奥克兰世壮运报告表示 参赛哲理有六成为退役选手 也就是说明年五月十七到三十 在双北等六线市举行的 三十五种运动竞赛里 将有机会和各领域的高手尬场 而且只要赛程日期不冲突 一人最多可比三种运动 至多七个项目 一些优秀的选手 那现在其实也还有很多 我所知道像有一些跆拳道啦 什么那些都要要一事 因为这是一个观光运动赛事 不只是国内的人在交友 我们是希望透过运动赛会 希望把台湾的观光旅游景点 向世人 向国外的人能够推销 视状运是结合运动与观光旅游的国际赛事 视状运办公室期待吸引国内外各地体育好手 以及他们的家人 约四万人共相胜举 到时开闭幕都将在大巨蛋进行 记者林小慧 沈志明台北报道 俄乌开战近两年 联合国十五号公布一份联合评估报告 乌克兰需要近五千亿美元 才足够重建遭俄国入侵的损害 不过乌东前线告急 阿弗迪弗卡已经接近被俄军包围 白宫警告恐有失守可能 一份联合国与世界银行 欧盟和乌克兰政府联合评估报告 十五号公布 结果指出未来十年 乌克兰需要四千八百六十亿美元 折合台币超过十五兆 才足够支付遭俄罗斯入侵的重建费用 这个金额比前一年估计的 四千一百一十亿美元还要高 而且光是今年乌克兰就需要一百五十亿美元 来修复最迫切的房屋和交通 报告显示 损失集中在前线四个州 包括盾内刺客 卢干斯克 赫尔松和扎波罗热 但首都基辅跟东北大城 哈尔科夫同样损失惨重 俄乌开战已近两年 盾内刺客前线的阿夫迪夫卡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 已经形同废墟 雪上加霜的是 乌军还面临炮弹短缺 恐被迫从此地撤军 找寻更好的阵地防守 俄乌持续交火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市 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有三十公里 十五号遭到乌军空袭 当地州长表示 飞弹袭击造成至少六人死亡 还有十多人受伤 其中六人伤势严重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防空系统击落十四枚 乌克兰火箭弹 联合国则呼吁禁止 针对平民和民用 设施袭击 公司新闻 这位人中间刚别译 关心贴器 接着提供您各地的起向资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公事首语新闻 我是纽轩文 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